从初阶到高阶,学佛的每一步都有此地 紫竹林大碑经社绝颜法师,是宜兰县人,师承于地青法师 法脉源于高雄阿联区大冈山脉 绝颜法师于民国74年成立北后宫 在当时农村淳朴的环境,透过传统的神道教 以玛祖和寄宫为信仰,他后来入了佛门 仍将以前的神佛安奉于地藏殿 由于法师游道入佛,对于不同信仰 不仅有更多包容,更将经验传承后人 如果你需要用什么荫廉,需要现度高的荫廉 管世人佛祂就在那里来给你现做一个玛祖 或现做一个荣耀 因为这个荫廉为什么要现做这样 因为你的荫廉要没得及很复杂 但是管世人佛祂没有益起任何众生 所以在这个改团,他必须就要知道 管世人佛就知道你现在需要拜荒芽 可能你要做荡居,你可能要统领 你可能要求生或是种种 但是这不是应求的,我过去也是 八丁推、八道推、板叔 但是我现在可以做一个出家事 也是因为管世人佛祂 我想管世人佛祂三十年前,他也没有直接把我串起来 卫生人佛祂我十五年在祷告 必须就是说我原来的,他要有十五年的经历 也因为那十五年让我了解整个神道教的生态众生的需要 所以我们今天在佛祂的当中会头去看祷告 这些所有的众生,我们要有结局的比敏心 要学到这个管世人佛祂这种心 来看大家的神道教 像当初我刚才我们提前我师父 我师父跟我说我三八几十年生命的时候 我师父跟我说 这不差,这都是我们佛教的佛法 我们的大殿,有两尊,尾头和乞兰 这时候乞兰,乞兰,乞兰,乞兰就是我们的观光 为什麽以太的人站在大殿,我们在拜神是不是拜到外头 所以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佛教的真正意义要去通达 烧香拜佛,求神保佑 并不能够究竟的解脱烦恼 但任何的修行皆有次第 绝言法师发愿走遍全台319乡镇 也是他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弘法 这不只是种自我的修行 也接引了许多信众 法级新闻勇取嘉义采访报道